我愛你 我愛你 喧嘞燈光照亮整個會場 民眾黨黨公職在舞台上 手牽著手與小草門大合唱 營造團結氣勢 聲援涉嫌圖力被裁定 積壓的黨主席柯文哲 柯文哲毫無精流證據 你就敢壓人 是不是壓人取共 要拜託大家 相信柯文哲 相信我們自己 館長陳志翰以及立委黃國昌 向小草喊話 而臺中市府顧問蔡碧如也來了 我們只要找回創黨的初心 就會有小草般的韌性 能夠挺過這一次的風雨 除了民眾黨各個要腳 上臺開獎的還有這一位 國民黨籍的神秘嘉賓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那就是我們馬英九前總統 當年在檢方在偵辦 三中案泄密案的時候 同樣的手法 聲援柯文哲是否代表 馬前總統支持耐人尋味 不過民眾黨號召小草集結 人潮從立法院群錢樓前 濟南路一斷綿延到中山南路 現場喊出破萬人 但也出現小插曲 一名女子進到會場內對著小草們言語挑釁 警方馬上將人帶離沒有釀成衝突 整個集會過程平和 民眾黨也表示接下來還會在全國各地開獎 要讓阿伯聽到支持的聲音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